豪至2200亿美元举办世界杯 超能力背后的卡塔尔王室有何考量 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增加王室权威 他以最臣之女的身份加入王室 如何一步步登顶卡塔尔的权力巅峰 有了财权之后 他开始大规模的投资 实现各种野心 阿拉伯世界最年轻元首 如何带领卡塔尔纵横百合 凤凰聚焦 卡塔尔世界杯之王室传奇 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 今天聚焦史上最贵世界杯背后的 卡塔尔王室 世人都倒是中东被上帝亲吻过 脚下鼓鼓流出的都是软黄金 但要知道如果时间回溯到 卡塔尔夺利之初 他们拿到的剧本 可不是顺理成章的大富豪之路 接受王位善让利益求心的 当代巴林后埃米尔 由最臣之女逆袭 终长实权的皇太后 以王室政变 取代父王上位的老埃米尔 强人们的自我养成 如何交织 推动了一个国家 站上了高光时刻 2022年11月20日 第22届世界杯足球赛在卡塔尔如期取行 世界杯的举办 让这个中东小国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关注 卡塔尔这个国家 它的全称叫卡塔尔国 然后首都 现在我们很熟悉 是叫多哈 它的位置实际上是位于波斯湾 或者叫阿拉伯湾的西南沿岸 它有一个半岛叫卡塔尔半岛 然后这个国家 其实整个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 大部分的国土都是干旱的沙漠 但是同时它又有非常丰富的 石油和填埃气的资源 在卡塔尔大部分的居民 都是信奉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不接受国王的 长期以来在伊斯兰的教义里 国王是个贬义词 所以他们就要把自己叫做埃米尔 埃米尔是卡塔尔的国家元首 也是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拥有最高立法权 行政任免权以及监督权等 王储一般在埃米尔的 直系后代中产生 卡塔尔由阿勒萨尼家族统治 现任埃米尔叫塔米姆 本哈马德阿勒萨尼 是卡塔尔历史上第八位埃米尔 塔米姆1980年6月3日出生于卡塔尔 是上任埃米尔哈马德的第四个儿子 生母穆扎是哈马德最宠爱的妻子 被誉为中东最迷人的第一夫人 因此塔米姆备受哈马德的青睐 并受到重点培养 很早就被送到英国接受教育 先后在哈罗公学 谢伯恩国际学校等知名学校读书 随后塔米姆追随父亲的脚步 进入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学习 这所学校与美国西点军校 俄罗斯福隆之军事学院 法国圣希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良好的教育 让塔米姆通晓文学历史军事 一些和他一起长大的朋友认为 正是在桑赫斯特的训练 塔米姆才成为后任国王 通过在这的学习 英语包括法语 一些西方的欧洲的语言 其实都已经非常精通了 所以他们在跟西方的政客 政治家领袖们在交流的时候 是非常的顺畅的 另外第二点更重要的是 这个学院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学科设置上 传统的学术知识只占他们学科的10% 更多的是军事知识 90%左右 特别是关于世界局势 战争国防 国际关系方面的这些知识 实际上通过在这个学校的学习 塑造了这些阿拉伯青年一代领袖的 他们政治学 包括国际关系 军事国防的知识体系 使他们与西方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更加牢固吧 2003年8月5日 塔米姆被任命为王储 同年9月被任命为 武装部队副总司令 他当王储时 经常身着传统服装 出现在商场 体育场等公共场所 体察民情 还自己开车 不带护卫 到各地巡视 因此深得民众拥戴 埃及金字塔报称 塔米姆是阿拉伯世界最热爱运动的人 对马术 网球 足球等竞技运动 充满热情 他担任卡塔尔国家奥委会主席 国际奥委会委员等职务 力图通过体育运动 提升卡塔尔的国际形象 在他的理念当中 他有一句话 他说与获得联合国的承认相比 我们认为获得奥组委的承认 更加重要 因为这是实现国家 现代化的快速路 这是他的一个理念 要把体育用来精明 塔米姆是曼联的球迷 曾经想用16亿英镑收购曼联 但是被拒绝了 但他想成为球队老板的梦想 一直都在 于是将目光转向巴黎 仅仅用了5000万欧元 就把巴黎圣日尔曼足球俱乐部 收入囊中 成为球队幕后的大老板 08年 阿拉伯的阿布扎比投资计算 收购了曼城 曼城在这些年 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他其实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跟阿伦九来掰一掰手腕 另外呢 其实更重要的是 他其实也通过这样的投资 来扩大着自己的投资网络 2013年6月25日 时任卡塔尔艾米尔的哈马德 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将王位传于塔米姆 并即刻生效 整个阿拉伯世界深受震动 因为在海湾国家历史上 还没有主动善让王位的先例 他当时这个心脏不太好 而且突然发现有肾脏疾病 他觉得这个身体可能承担不住 他的这个治国的这样的一个重任了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他想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让位啊 或者传给自己的孩子 打造一个在海湾地区 甚至阿拉伯世界这样一个开明 民主的这样一个形象 我不会迷恋权利 我到时间我就交接 这样一个形象 第三个其实更重要的一点 有研究分析 他其实内心有一种不安 他的不安来自哪呢 他其实是推翻了自己的父亲 上台执政的 他不想自己有相似的命运 最终被自己的后代推翻 他其实不想重蹈覆辙 33岁的塔米姆成为卡塔尔的艾米尔 创下阿拉伯世界 接任国家元首的最小年龄记录 在继位演讲中 这位80后艾米尔表示 他将继续提高国家经济的多样性 减少对油气的依赖 同时在外交上采取务实性 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 在国家新代化转型方面 可以讲动作是比较大的 在对国民的福利方面 是比较慷慨的 在跟外界的联系方面 是比较友好的 塔米姆应该说是 沿着他父亲的路在走 当地有一句话 说塔米姆在开着 他父亲留给他的汽车 行驶在他父亲 给他修建的道路上在行驶 就是说他父亲已经对这个国家 这个道路已经都修好了 你按着这个道路去走就可以了 所以他父亲才这么放心地 把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 而他儿子也是跟他的父亲 有共同的认知 比如国家到底是多元化的发展 然后包括在外交上 要尽量地独立 要把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当中去 不能单纯地依靠 比如说沙特 或者像以前依靠英国 这些发展模式 应该说都是达成共识的 塔米姆任内面临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发生在2017年 当时沙特 阿联酋 巴林和埃及 以卡塔尔破坏地区安全为由 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并对其实施制裁和封锁 塔米姆执政之后 这种进攻性的这样的外交政策 包括它支持很多伊斯兰反政府的力量 这种政策就导致与沙特这些国家的矛盾 不断地激化 第二点就是卡塔尔不断地介入到 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 想扶持自己的力量去执政 这也导致实际上引起了很多阿拉伯国家 包括埃及 其实对卡塔尔的诟病一直都有 一直在批评卡塔尔这样的一个政策 第三点就是沙特这些国家 他考虑到当时跟伊朗的关系 是比较不战不和的 这样一个冷和平状态 他想通过这样一个断交 把这个新伊朗的小兄弟卡塔尔 逼迫他选边站队 实际上也是沙特方面的 一个核心的考量 塔米姆通过寻找替代贸易路线 和合作伙伴的方式 来减少断交的负面影响 时任法国总统 摩洛哥国王 德国外交部长等人 都曾出面呼吁解除对卡塔尔的封锁 在军事方面 他与美国 俄罗斯及土耳其展开合作 从而为军力弱小的卡塔尔 争取更多的安全保障 首先是给特拉普家族送了一大笔钱 他主要走的就是特拉普女婿的关系 送了一大笔 然后特拉普女婿跟沙特关系很好 然后他在这里面做了一个斡旋 去年初沙特等国宣布与卡塔尔恢复外交关系 持续了近四年的危机 终于有所缓和 这次世界杯更是让卡塔尔的断交危机 获得突破 我们看到之前跟他关系并不目的 比如说沙特的王储 穆罕默德也到开幕市去 他们俩握手言和 包括在比赛当中 他们俩互相带着对方球队的围巾 来支持对方的球队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 包括埃及总统赛西也去了开幕市 赛西不仅跟卡塔尔的元首 实现了历史性的会见 同时比如说他跟博尔齐的总统埃尔多安 他们俩也握手言和 所以整个这次世界杯成了一次 中东的一个大外交 或者和解潮的一个重要的外交场合 随着世界杯的进行 卡塔尔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提升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访问研究员 新西亚比安科说 塔米姆试图将卡塔尔 置于一个敌人尽可能少 朋友尽可能多的地方 塔米姆能够成为埃米尔 与哥哥谢赫贾西姆的训位不无关系 谢赫贾西姆1978年8月25日出生 是前卡塔尔国王的第三子 是穆扎王妃的长子 按身份来说 他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 但是他却在20多岁时 主动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 他的志向并不是要当一个国王 当埃米尔 他是有自己的理想 比如他要经营体育事业 比如阿斯贝尔体育学院就是他来主要经营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个人志向的发展 因为他的父母对他也有很良好的教育 他跟他弟弟是一样的 都在英国比如求学 到那个军事学院去学习 但是他志向不在此 所以他主动把位子留给了他的弟弟 谢赫贾西姆 是这届世界杯的负责人之一 专门接待各国的重要宾客 在陪同形象大使 贝克哈姆看球时 颜值和气质并不输给身边的万人迷 除了谢赫贾西姆 还有一位看台上的王子 也通过电视转播画面意外走红 卡塔尔队表现不佳 这位王子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自言自语 表达着对球队的不满 夸张的表情和动作 配合着阿拉伯风格的服饰打扮 与世界杯吉祥物拉伊普如出一辙 被网友称为混沌皮小王子 这个小伙儿短短一天不到的时间 他就成为一个千万粉丝的网红 其实在阿拉伯媒体也对他有报道 也进行了采访 把他称为世界杯上最幸运的人 当然阿拉伯媒体 其实也引用了咱们媒体的一个绰号 把他叫 咱们叫混沌皮王子 他们阿拉伯媒体叫混沌王子 这位混沌皮小王子 全名是阿布杜勒拉赫曼 法赫德阿拉伯尼 其父亲是卡塔尔前商贸部部长 卡塔尔媒体也对他进行了报道 他用的词汇也不是用的王子 这样的词汇 他用的是一个卡塔尔青年 走红社交网络 所以能证明 他可能是大的王室当中的旁系 而不是直系 如今的卡塔尔王室 起源于阿拉伯半岛中心的内置地区 17世纪时 迁往利亚德的北部 并在18世纪左右 迁到了如今的卡塔尔地区 1970年 埃哈迈德二世 组建了卡塔尔历史上首届内阁 卡塔尔政权 由传统家族管理模式 走向现代中央政府管理方式 1971年9月1日 卡塔尔正式宣布独立 卡塔尔刚刚独立一年 就发生了一场政变 埃哈迈德二世的弟弟哈利法 趁埃米尔前往伊朗打猎之际 废除了自己的堂兄 自己出任埃米尔 并将儿子哈马德 任命为王储兼国防大臣 之后哈利法宣布 卡塔尔所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归属国有 依靠丰富的能源资源 哈利法带领卡塔尔人民 走上了财富腾飞之路 然而作为王储的哈马德 却看到了国家发展的短板 他向父亲建议 国家的经济应该多样化发展 不能单靠出口石油和天然气 安全上 也不能仅仅依靠沙特和英国 然而老国王哈利法是一个思想保守的领导人 对于哈马德的建议 老国王毫不犹豫就拒绝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复 哈马德和王妃穆扎商量过后 决定不等到自然的船位继承 而是提前进行政变 1995年6月 哈利法去瑞士度假 哈马德抓住机会登上王座 许多人认为这场政变 是哈马德的王妃谢赫穆扎 策划的复仇行动 其实也少不了这个穆扎 他在后面使劲 他一直在怂恿哈马德要夺权 有人分析可能是为为父报仇 他突然包围了王公和重要的机构 逼迫比如说王室成员和部族 对他进行效忠 他当时他的父亲正在欧洲度假 突然接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也非常震惊 决定立刻乘飞机回国 来镇压这次政变 因为这边掌管着军队 禁止他的飞机落地 后来他的父亲又想 就是说用经济资源 激发国内的一些原来的政治同盟 去反对哈马德 但结果发现 这边已经把所有的账户都冻结了 所以他父亲被迫 只能流亡到科威特去了 当年哈利法将能源资源 全部收归国有 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他的做法激起了满朝上下的反对 其中一个最激烈的反对者 就是他的大臣谢赫穆扎的父亲 他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活动 当时王室是想把油气收入 油气资源的收入都归为己有 当时还是几个部落 但是这个莫扎皇后 他这个部落叫 穆塞德这样一个部落 他实际上是最大的一个反对 这样一个政策的反对派 要求王室公平地分配国家财富 这一点就导致激化了双方部落的矛盾 这个萨尼家族就把他流放了 要求他去科威特 自己去反省去 卡塔尔还是比较温和的 他主要采取的是流放的策略 他不杀人 他周边一些国家是杀人的 他不杀人 他流放 流放其实还可以的 就礼宋出尽嘛 然后也不影响婚姻 被流放时 穆扎年纪尚小 在母亲的教导下 他勤奋学习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卡塔尔大学 学习社会学 一个偶然的机会 王储哈马德访问卡塔尔大学 穆扎作为学生代表 迎接哈马德一行 当哈马德第一眼看到穆扎时 便被他高挑的身材 和充满活力的笑容所吸引 随即对穆扎展开追求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 穆扎同意和哈马德进行交往 哈马德将穆扎介绍给自己的父亲后 遭到父亲哈利法的强烈反对 认为穆扎是最臣之女 嫁入王室将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 然而哈马德心意已决 哪怕放弃王储身份 也要迎娶穆扎 嫁不住儿子的坚持 哈利法国王只得做出让步 哈马德的父亲提出了一些苛刻的要求 比如说不允许他家里人来参加婚礼 毕竟是反对派的敌对关系 另外就强调要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 因为当时有一个大老婆 所以你嫁进去之后 你只能是侧妃的身份 一定要牢记自己的身份 不能越权 提出了这些相关的一些条件 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 不要太张扬 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 穆扎却痛快地答应了 1977年 18岁的穆扎 踏进了等级森严的卡塔尔王宫 在婚礼上 国王哈利法并没有多少效益 1985年 国王哈利法为了安抚一个部落首领 要求儿子哈马德 迎娶这个首领的女儿 哈马德并不想答应这场政治婚姻 然而穆扎却劝丈夫答应父亲的要求 这样有助于巩固王室的地位 同时提出一个条件 向国王索要王室的财政大权 哈马德提出了一个条件 说什么呢 我要娶他可以 我娶第三个老婆可以 但是你要把王室的财权 要逐步地交给莫扎 让莫扎去打理 当然莫扎自己 肯定也没少跟哈马德做工作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逐渐地掌握了财权 有了财权之后 他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投资 实现他各种野心 掌握财政大权的木扎 开始大展拳脚 通过低价收购 不受市场欢迎的 较差品质的珍珠 加工成价格较便宜 广受市场欢迎的生活用品销售 有想法获得西式珍宝级的 天然黑珍珠 送给老国王 得到国王给的100万美元 以此积累起第一桶金 他把赚到的钱 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此举不仅得到卡塔尔人民的爱戴 在国际上也赢得了较高的名望 同时他意识到石油和天然气 是不可再生能源 建议丈夫哈马德 用赚来的巨大财富 成立国家投资局 推动卡塔尔的现代化建设 据福布斯中东数据显示 目前卡塔尔投资局管理着 4610亿美元的资产 是全球第九大主权财富基金 有的媒体把它描述成什么 叫金融章鱼 就是说它有很多触角 那个触角涉及到 渗透到了各个领域 它主要是五大支柱 第一个就是投资到商业的控股 商场控股 企业控股 第二个是房地产 第三个是体育投资 第四个是奢侈品 第五个是粮食 它主要是这五大支柱 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欧美的 甚至在我们国内的 很多企业机构 它的股份 其实你都能看到卡塔尔的影子 所以说油气帮助他们立国 后来它通过多元的投资 实现了国家的这样的持续的发展 除了投资之外 卡塔尔王室近年来 也极其看重艺术品的价值 2011年4月 卡塔尔王室已超2.5亿美元 买下赛上的玩牌者 创下当时单幅化的最高成交价 2015年5月 卡塔尔王室花3亿美金 买下了保罗高庚的 你何时出价 创造了当时新一任 史上最贵的艺术品 除了画作 卡塔尔王室的收藏 还有珠宝首饰 汽车 雕塑瓷器等艺术品 它们的目标 是使卡塔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 艺术帝国和多元文化中心 在卡塔尔也能见到很多的这个博物馆 世界级的博物馆 它里面有好多这个世界名画 包括很多文物 它不完全是这种伊斯兰的 还有西方的 各个地方的都有 在忙着赚钱的同时 本着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思想 木扎不忘大力提高国民福利 即使是国内最穷的居民 也有房有车 衣食无忧 不仅如此 木扎还提出 在卡塔尔新建教育城 从而提升国家的教育水平 他把教育视为这个国家复兴 国家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首要任务 他通过开办很多学校 特别是开展这个国际高等教育 这是非常特点的一个路径 他引入了很多这个国际名校 建立了这个卡塔尔的教育城 大学城 好多国际名校在卡塔尔 在多哈设立的这个分校 2010年 当听到2022年世界杯申办开始的消息时 木扎敏锐地嗅到其中的商机 他当即决定 让卡塔尔参与申办2022年世界杯 然而木扎的决定 遭到了卡塔尔高层的集体反对 在他们看来 卡塔尔体量太小 根本承担不起举办世界杯的重任 搞不好就要做一笔赔本的买卖 可木扎却力排众议 他认为世界杯在未来必然会越来越有吸引力 只要投入资金 就可以迅速提升卡塔尔的国际知名度 在木扎的坚持下 卡塔尔成功拿到了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资格 他其实最核心的考量就是想扩大 首先是个人的这样一个影响力 然后扩大整个卡塔尔的国际 毕竟这个世界杯如果办成的话 那将是第一次在阿拉伯国家 第一次在穆斯林国家也是第一次在中东地区举办的这个世界杯 那影响力是绝对是可以说轻始流明吧 在11月21日的世界杯开幕式上 木扎身着一袭红色长袍 肩上别着精美胸针 手指上佩戴着大科的钻戒 华丽亮相 正是因为木扎 世界人民见识到了这场堪称史上最豪的世界杯 约旦宪章报的文章认为 卡塔尔举办世界杯将拓展阿拉伯国家 在世界外交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度和活动影响半径 有助于凝聚阿拉伯国家的人心 提振民族精神和自信度 并促进各国之间的沟通和交往 卡塔尔世界杯尽管并非尽善尽美 但在后新冠时代 它给了各国人们重新聚首相拥的机会 而且这次昂贵的聚会 也给了世人繁华的期许 感谢所有想要改善自我 改善族群和世界的努力 哪怕路途漫长坎坷甚至需要斗争 但为了能够成功地改变 一切都值得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陈琳 再会